Special 子虹 BL 錄大開 男男床戲 他可以 我女戲是 很OK的 床戲還沒試過 床戲很奇怪 我反而就是 OK 我反而 我等一下會不會太那個 我反而男男的我可以 男男的我可以 男女的我反而會 尷尬 男女的好像會真的有 感覺嗎 我也不知道 被興奮 有點害羞或是尷尬 可是男男就覺得 大家都是男的 你就 對啊 下去 下去 就是進去 子虹出終極系列之外 近幾年積極接演偶像劇 其實我最 最一開始的初衷 我是想要當導演 不過 那時候進這行 我就沒有要當偶像 因為那個 我進這行也不是因為要 當團體 當偶像 這樣子 那時候是為了拍戲 公司決策問題 然後我們就組了團體 那其實 偶像這個東西對我來說 我一直都做不來 包括現在 我們團體弄了五年了 我到現在還是沒有辦法 就是很宜然自得的去做偶 偶像這一塊 有一段時間 在當兵之前有一段時間 我是 就是 有點 有點生病 這樣子 因為對我來說就是 我每天做我不喜歡的事情 它讓我不開心 所以 當我知道說我 明天一睜眼 我又要去做 該死的事情的時候 不是說不想在這團體 而是說我 我開始迷失了 你會覺得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這樣子 這樣子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是 有一點 有點造育症 像那個時候我就是 那個 講到什麼東西 然後也是工作的事情 然後我在吃飯 反正就拿牛拍到 我就開始插桌子 一直這樣插 一直這樣插 這一個是我 第一次 有這個現象 後來是就是團員 團員看我不太對勁 就找我出去這樣子 然後講講話 你造育症那段時間 家人知道嗎 其實我是沒有講 但是有 可能會吵架幹嘛 就他們只是隱約知道 就是可能 聽起來很像講企劃 我現在有被你做到嗎 我現在有被你做到嗎 那你後來為什麼好 後來好是開始 發現說 嗯 其實好像 很幸福 就是 不管 好與壞 不管結果 我覺得人的一生中 你可以就是 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就已經很幸福了 那你現在還有導演夢嗎 我現在還是會 還是 我的目標還是一樣 對 我之後 是一定會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30歲之前 我覺得至少 我要當製片人 或導演 如果你沒有辦法 去愛你現在所做的事情的話 你怎麼做 都不會有靈活